让他和我一块去还,他才会觉得对得起我 所以说我现在就等于是又把他束缚住了 可能他不想跟我一块去还这个钱的 但是他不行,他必须要跟我一块去还 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良心 如果不还的话,他良心是过不去的 所以我那天跟阿米到那个山上就玩过之后 我就跟阿米说 我说阿米不行的话,我说我就走了 我想飞老家一趟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也做到了 这个彩礼钱也给你还完了 现在你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神子 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没有人再管得住你了 哪怕是你想出门打工 再或者就想在家陪陪父母 再或者你出去谈个男朋友啊 或者是毕竟也到了这个年龄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然后,我因为我当时也是跟他 我带他去的那个地方 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里 当时他背这个东西 我就想从这里开始 不行就从这里结束吧 然后阿米就很难过吗 很难过 他说他都要跟我一起 我也不知道哥姐说 你们觉得小苗做的对还是不对 说实话 你们觉得小苗做的对还是不对 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一个让他选择的机会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小苗做的对的咱们打个对 但是 阿米最终的选择 我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得到 我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得到的 他就是不愿意 他说你到哪里 我就跟你到哪里 我说你跟我后面会吃很多的苦 有家不能回 然后再说了 我跟他也不见得就能有个什么结果 大家也都知道我的情况 首先我是安徽的 他是大山里的 从地狱上面来说 就差了太远了 他们这边本身就是 女孩子就是很多都是不外嫁的 不愿意外嫁的 所以说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什么呢 我年龄比他大了这么多 他跟我说他也不在意 我说还有一点 我连父母都没有 以后家里真是出个什么事啊 或者啥的 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他说他也不在意 然后我就说那你要是实在非要跟我一块走 我说也不是不可以 那你就回去跟你的父母好好的商量一下 如果你父母是发自内心的同意啊 你跟小苗去吧 那可以 你就跟我一块去 如果你父母不同意 我不会带你去的 因为我们现在碰到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我接下来 我从我朋友那边借的 借的30万这个彩礼钱 我还是要返给我朋友的 所以说接下来 我还是要带货收货的 所以说 因为我在阿米他们老家那边已经收不到货了 已经收不到货了 我想收到更多的货 我就只能再来云南 所以说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想就像阿米 你想留在家里陪父母 你就没办法过来赚钱 你想来赚钱就没办法陪父母 人家有句话怎么说的 自古中校的男两全 差不多也就是这种感觉吧 所以说如果我说我就跟阿米说 我说你父母如果真的同意 让你跟我一块来云南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如果我说如果你父母不同意 那你就不可能跟我一块 我也不会带你再来的 我说至于这个彩礼钱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我有能力把这个钱还了 我全网六七百万粉丝 只要我想赚点钱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的 应该我们直播间的这么多叔叔阿姨 哥姐姐们 我都会支持我的 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我的 愿意支持小苗的 咱们打下两个字支持 谢谢你们 其实我看到你们打的这两个字 是支持的话 我内心当中也是非常舒服的 真的真的就是非常的开心吧 说实话 也算是给我的一种安慰吧 然后我就跟阿米一块 就回到阿米家了嘛 到他家里过之后 他就跟他父母商量 要跟我一块到云南 然后他父母也是同意的 他父母也同意 然后也同意让阿米跟我一块到云南 但是最最最最最 舒服意料的事情 还是出现了 还是出现了 哥姐叔叔阿姨们 是什么事呢 大家继续的点点赞 咱们现在点赞20万 能不能加加油 咱们先点到30万 好不好 哥姐叔叔阿姨们 谢谢大家 然后阿米就开始收拾东西 各位快回来了 你走的时候 阿米爸爸给我们拿的腊肉啊 或者什么的 阿米走的时候 哭得稀里发辣的 我看着我内心当中 说实话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然后就走了嘛 最终还是要走的嘛 最终走过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阿牛追着我们的车子过来 当时车子已经启动了 已经走了 阿牛阿牛 因为他比较爱美嘛 小姑娘比较爱美 穿的特别的漂亮 手机还去看不到 我穿的特别的漂亮 他就拍照去了 拍照回到家里过之后 因为我们本来也就也就没打算 本来是没打算 那天就能走得了的 结果还是走了嘛 然后阿牛就穿着衣服拍照回来的时候 看我们不在了 就急就一直在追我们 就赶上来了 赶过来过之后 赶过来过之后就跟我说 小苗哥 我也想跟你一块去 二姐阿牛 大家知道吗 知道的大家打 知道阿牛的大家打他两个都知道 然后 阿牛 因为也在那掉眼泪嘛 也在那哭嘛 然后我也是没办法 因为我这个人心也比较软嘛 我说那我带你来 我带你 他说他也想跟我一块来晕呢 我说可以没问题 我可以带你去 但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的同意 我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 我说他过来是吧 就简单的 跟阿米一块去收出货 不是挺好的吗 对吧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阿牛也是订了娃娃琴的 阿牛也是订了娃娃琴的 他也是五六岁的 五岁的时候订了娃娃琴 他的娃娃琴的对象是谁呢 是他亲舅舅的儿子 就等于是他亲表弟 是他亲表弟订了娃娃琴 然后最最最那啥的是什么呢 阿米虽然说订了娃娃琴 但是阿米没有没有接分 阿牛是已经接过分了 就是已经娶过去了 大家能懂吗 但是 但是 已经娶过 但是他们那边的习俗是什么呢 就是正常两个人结分了 不是马上要嫁过去的 就像阿米和阿米的爸爸和妈妈是什么情况 他们确实是 一个十三岁结 阿米爸爸十三岁 阿米妈妈十七岁的时候 他们结的分 但是真正过去生活是什么时候呢 是阿米的妈妈二十七岁 又过了十年后才到他们家生活 然后才生了孩子 所以说他们这边是什么情况 阿牛是已经结过分了 只是还没有过去生活 这是最难搞的事情 知道吧 然后昨天 阿米的爸爸打电话给阿米 说 阿牛 就是 过了年嘛 就是过过年 人家都要走经济来拜年 阿牛的 那个 老公 也算是老公 也就等于表弟 对吧 到阿米家拜年了 想见见阿米 阿牛呢 想见见人家老婆不很正常吗 对吧 结果 阿牛跟我一块走了 跟我一块来云南了 然后他舅舅 还有他表弟 一听说来云南了 都气得不行 为什么气这么狠 因为阿米前面有栗子 阿米跟我后面 我把阿米的菜类钱给还了 他们也担心 我会继续的 把阿牛的菜类钱给还了 就等于又离分了 哥哥姐没有领证 没有领证 他们证都没有领 只是办了一个酒席 知道吗 哥哥姐说 所以说现在真的 我都为难死掉了 知道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知道阿牛是22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 我想让阿牛回家 但是我不能说出来 阿牛想来云南 想 首先是他跟阿米感情比较好 还有一方面呢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接下来 因为阿牛跟阿米 他们两个就收获去了 我现在也可以说 对吧 我说说我最深 我最真实的一个想法吧 好不好哥姐叔叔叔一半 我说说我的最真实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阿牛 他的心中 因为他妹妹 因为他妹妹的菜类钱 是我帮他还了的 阿牛 我有次问过他 我说阿牛 你喜不喜欢你表弟 他说我不喜欢 他说他比我小这么多 我他说我喜欢年龄比我大的 成熟一点 知道吧 他喜欢年龄年龄大一点的成熟一点 然后 他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想着他可能是想让我也帮他把彩礼钱还了 你们觉得小苗想的有没有道理 你们觉得有没有 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 你们觉得阿牛是不是这种想法 因为我已经把他妹妹那个彩礼钱还了吗 他是不是也想着让我把他把彩礼钱还 因为我问过他 他说他不喜欢他表弟 有可能是吧 反正不管有没有可能吗 但是现在就现在 现在的问 现在出发生的事情 就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们觉得是继续的让阿牛留在云南 还是让阿牛回四川 你们觉得让阿牛留在云南的 咱们打上两个字云南 让阿牛留回四川 咱们打上两个字四川 送回去是吧 这个事情我都还没有跟阿牛说呢 等一会我个等一会阿米过来了 我跟要我这样吗 哥哥结束 你们我现在给阿米打个电话 让阿米过来好不好 我现在给阿米打个电话 让阿米阿米跟阿牛一块就收获了 然后先让阿米先回来 跟阿米先谈一下这个事情 谈好了过之后 到时候在那个好不好 那我来给阿米打个电话吧 我来现在给阿米打个电话好不好 手机给我一下 我现在给阿米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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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你在哪呢 那么我看到你直播 然后我现在跑下来了 哦 你先回来了是吧 哦 对我看到你你在直播 然后 然后就跑回来了 现在只有阿牛跟表哥在手 他们又正在手 然后我就提前回来了 你多久能回来 我差不多几分钟就能到 我现在到窗口了 好的好的 好 嗯 好 好好好 逛了哈 正好你回来 正好你回来 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的 有事情 什么事情跟我商量 你等你回来 我再跟你说吧 最近 不还是你不还是阿牛的事情吗 对 反正 真的 真的对阿牛太不公平了 那怎么办呢 说实在的 我的话是吧 我的话玩不轻 就是真的特别幸运 然后遇到了遇到了你吗 然后你帮我退了吗 然后现在阿牛的话 真的他现在也挺可怜的 他也跟我一样 就是 嗯 就是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吗 就是走亲戚 那阿米啊 我问你一下 当时当时阿牛嫁给这那个给了给给你舅舅他们给了你们家多少钱 呃 当时给的是5万块钱的定期 然后给了一头牛 哦 给了5万块钱又加加一头牛是吧 嗯 对的 嗯 那行吧 你慢点哈 你慢点不着急 我我那个没事的 我 我跑回来 不要走 不要不要不要这么急 不要不要这么急 哦对 刚刚刚刚有一个梁山的给我打电话 梁山啊 我的妈呀 嗯 谁啊 谁啊 我 我也搞不清楚 你说梁山的你说是 甚至我爸爸或者是我妈妈给你打电话 你爸爸妈妈号码我知道呀 哦好像也是啊 也不是你小姨的 我不是我小姨的那就好 不是我小姨的就好 那行 我给他回过去看看吧 嗯 那行你给他打一下吧 因为他给我打了好多个我都没敢接知道吧 好多个 嗯 我马上给他回过去看看 看到底是谁 好不好 那你打打过去看 问一下是谁吗 好好好 那我现在就打 嗯行那我马上过来 拜拜 好 嗯好 那我现在就给他回过去 我看看看到底 到底是谁 不接电话 不接他不接等一下我我等我用我用我这个手机打是啥 六七六九八八三六 我再打我再打一下哥结束上面 他确实是已经接了 但是他跟他亲表 喂你好 谁跟你谁要给我打电话 哎 你哪位给我打电话 我是小苗 哦你就小苗啊 你哪位啊 我接终于打出你电话了 我打你全电话你都不接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干什么的 陌生电话一般很好接的 哦小苗 这好我是那个阿牛他老公啊 阿牛老公 对我是阿牛牛老公 我们从小就订了娃娃去呢 我这边一直找他没找找不到他 电话也打不出 我问我娘娘他说是 他说是和你去云南打工了是吧 他确实是跟我一次跟我一起这一次是来云南了呀 是的 你们去多久了 就刚刚来没几天嘛 过过了过了年就才才过了嘛 小苗我跟你说啊 他是我未婚妻啊 我是他老公我跟你说 他现在呢 我们是要准备 哎那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那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 你是他表弟 你是他亲表弟 他爸爸 你爸爸和他妈妈是亲兄妹关系啊 你不要跟我讲这样 你不要跟我讲这样 我跟你说 我现在在和和 我给你和和说一下 我们是订了娃娃亲的 我是现在是他老公 我们这边 就是讲到这些 你讲其他都没得用的 我现在呢 今天我打了你一天电话 你没打空 你现在给我回个电话 我想 我呢就是想跟你说一下 小苗你 你呢就是 麻烦你们给那个 阿牛他说一下 叫他给我回个电话之类的 我要找他的 他不能这样就出去了 知道吧 他过来只是跟我一块打工上班 你又不 没什么好担心的 他在我这跟我一块收货 你怕什么呀 不行的 我们这个 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他现在是我老婆 你和其他男人跑去 你我表面怎么办 没有没有说我 我跟阿米的关系 你应该也知道呀 我跟阿牛什么 你应该不会怀疑我跟阿牛有什么 不是的 我不管你们这些的 阿米你们两个事情 他给我说过的 但是我不想听 我现在反正 我去他家拜年 发现他阿牛也不在 你们怎么搞的嘛 一生不可能 就要带着我老婆出去 但是你们也没有打结婚证 只是这个也不算老婆 他也没有到你们家生活呀 不行的 我们这边呢 其实不能这样的哈 你说你这件事不行的 我现在呢 我就跟你说 我们好好地说 大家都是朋友 因为你和小 没他关系了 我们也知道的 就朋友的关系 我跟你说 你那就是尽快把他给我送回来 我们就 我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知道吧 那这样吧 等一会等一会等一会阿牛回来 我问我阿牛 看他是什么意思 他如果愿意回去 那我也没法没法说 对吧 他愿意吗 我没法说 但是他如果不愿意 那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你们两个又没有证 不管他愿不愿 我跟你说 他是跟着你出去的 你得保证他给我回来 我跟你说 我知道你是在云南对吧 小苗 是的 我跟你说 我云南我亲戚也在那边的 你不要想想着把他们带出去 就完了是了 你放心吧 没有 知道吧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阿米的表弟 怎么可能会搞那么难看的 这个你放心 你也知道他 但是我必须的跟你 我打断你一下 不好意思兄弟 我再打断你一下哈 但是你知不知道阿牛他不喜欢你 你这个事情你应该知道吧 这个我们不管了 我们订了娃娃琴了 我们钱 踩你钱我们都给了的 我跟你说 你这个可能你不亲手 我跟你说 有没有 我们是从小就订了娃娃琴了 终于快乐结婚了 你这突然零差酒 把他带出去了 你让我怎么办 我不要面子了吗 你们不能这样的 你不要 我现在是好好跟你说 我当你是阿努表彩 跟你好好说 你和小米关系 好 是跟着他 小米是跟着你的 我再跟你说 那你都知道这个事情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吗 因为阿牛在我这边工作 他又确实能给我帮忙呢 那阿米他们两个 两姐妹在一起 经常说说货呀 什么都挺好的呀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你和阿米的事情 我是知道的 我不管那些 跟你说 你不要想想的 以后说是 像阿米一样的 拿钱解决 我是行不通的 我不差钱了 我跟你说 不差钱 我跟你说 不管怎么说 她是我老婆 就不能和你这样出去 知道吧 行的这样吧 这样吧 我不同意的 你看这样行不行 阿米已经回来了 阿米已经回来了 我跟阿米商量一下 这个事情 看到底怎么办 好不好 他说你们不管怎么说的哈 我是要 这个月过完年 过年之前 这一周年 我跟你说 兄弟兄弟 我现在一直都在好好的跟你说话 你不要威胁我好不好 你不要讲那么多 我跟你说 你能不能不要威胁我 你你跟我说 一个月两个月 你能怎么找我 我再跟你说一下 我再给你再三的给你强调一下 她是阿米的 你的姐姐 她姐姐跟着她妹妹一块出来 不说工作吧 出来旅游又不很正常吧 我们从小就是娃娃圈 现在她是我老婆 我老婆现在被你带出去来 我跟你说 我现在是当你是阿罗表 我问你 不是我问你一下 我问你 有结分证吗 我问你有结分证吗 我问你有结分证吗 不管有没有结分证吗 不管有没有结分证吗 我们这边的习俗 我们是娃娃圈 才你是给了的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好说好讲 我跟你说 不要威胁我 什么都好说 我再跟你说一遍 不要威胁我 什么都好说 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 你小苗我跟你说 我我们老表 我们老表之间哈 如果好我们可以一起喝酒的 但是你要是这样搞 你把我老婆都带出去了 我不等你老表 我那边我叔叔他们都在回来的 你不要乱来 我跟你说 就这么说吧 我也不想跟你啰嗦这么多 我们家居是可以的 你不要你不要以为你在带他去云了 我就走不到了哈 只是说我们不想说麻烦叔叔他们 你是因为和小米的关系 我们不想搞得太 好好我打断你一下好不好 我能不能可不可以打断你一下 我怎么感觉你每一句字眼里面都透露着威胁我 不然就怎么怎么样 不然就怎么怎么样 你能怎么着我 你说给我听你了 什么道德他给结分了吗 你跟他结分了吗 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哈 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 你懂不懂 我跟你说这不是威胁 这是事实啊 我跟你说 我是当你是老表 你帮我当老表 但是阿牛他也叫我一声歌呀 你不要管他 他跟着我后面帮我 给我打工 给我收货 有什么不好的 那他就是我老婆 这样是我老婆 那么我就有意乎 但是那你知不知道他 他跟我说过他不喜欢你 你知不知道 他跟我说过他不喜欢你 你知不知道 他喜不喜欢我 那是我们两个的事 你带他出去那就不对 你都不对我跟你说 这样是你都不对 你带出去你要给我送回来我跟你说 我不然的话 你一等着小岸 又在威胁我 我这个妈呀 你他有 有没有意思 难道你就觉得你很牛逼吗 我说实在的 为什么这么喜欢威胁人呢 有意思吗 这不是你不要无理说啊 不要以为跑到云南 我们找不到你 我只是说 因为你是和小米有关系 所以说我再跟你好好说 就这么说吧 拜拜 我也不想跟你啰嗦这么多了 就这么说吧 正好哥姐叔叔叔阿姨们 阿米马上回来了 阿米回来了 我跟阿米商量一下 看这个事情怎么办 好不好 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让阿米过来跟大家说 阿米 上厕所了 马上回来 上厕所了 马上回来 阿米刚刚已经回来了 只是去上厕所了 马上回来 好不好 哥姐叔叔阿姨们 行 我现在就把这个事情捋一下 给大家听听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管这个事情 我跟大家说一下 很重要的一个点 近亲皆分 他们是亲表兄妹 亲表姐弟 那个 亲表姐弟 他的阿米的妈妈和 刚给我打电话那小伙子的 爸爸是亲 我也不知道谁大 反正就是亲的 说实话 这是一方面 不太好 还有很多一方面 阿牛也不喜欢 电话又来了 电话又来了 哥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说接不接 电话又来了 喂 喂 这样吗 我我也 你不要过我电话 这件事要说不清楚 你没完的哈 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威胁我 好不好兄弟 我很讨厌别人威胁我 知道吧 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你带我老婆走 就不得跟你说 你看这样行不行 兄弟你听我我跟你说 我也不想跟你吵 我也不想跟你闹 这样吧 这个事情能不能让我商量一下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打断我说话 行不行 能不能不要老是打断我说话 能不能给我一个说话的时间 这是尊敬你懂不懂 我们是 而且我们这边是合法的 我不管那的 我们家族这边人也多的 你不要扯那么多哈 我不像小米他们那边好说的 你说这 你跟我说话的一个机会都不给我 说实在的 挂掉了 挂掉了 不想跟他说这么多 还有一方面 你知道吧 阿牛跟我说了 他不喜欢他 还有一方面 阿牛也跟我说了 这个男的吃喝飘赌 什么都干 懂了吧 我也我也求证了一下 求证了一下阿米 是不是这样的 阿米说是的 所以说你们你们觉得我能让 你们觉得这个事 我能不管吗 哥哥姐叔叔阿姨 你们说要不要管 阿牛哥 阿米来了 好好好 阿米回来了 哥哥姐叔叔阿姨 来吧来吧 正好大家都等着你了 阿米 你那个表弟是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嗯 从来都不上班 就指望你舅舅养着 然后吃喝飘赌啥的 就知道喝酒的那种 是不是 他特别喜欢喝酒的 近年过年的 就是我听我妈说都喝醉了 然后打架了 你看 你往这边来点 你看 通过阿米的话 言语当中你们应该能感觉到他是个什么人 就是那种喝点酒 就就喜欢打架的 你们觉得像这种男的 我放心把阿牛叫 好像这样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说说 我能不管吗 哥姐叔叔阿姨 你们觉得要管的话 大家打个管 觉得不管的 咱们打上两个字不管 听你们的 听你们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我挺可怜我二姐的 因为 反正在我们那边吧 就是 有十个女孩子当中 差不多就是 九个都是第两娃 我亲的嘛 然后这也是一种 你看满屏都是管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满屏都是管 所以说你要是说人品很好 是吧 我们不管 是正常的 对吧 你说这种情况 我能不管吗 阿牛哭的 哭的稀里哗啦的 我我已经说什么 我已经让阿牛 我想着阿牛 我不行了 不行了 你又回去吧 但是阿牛哭的稀里哗啦的 对他过年的时候 还跟我讲 就是跟我讲了好多嘛 好多稀里话 然后都哭的已经不成样子了 真的挺可怜我二姐的 他也是没有办法 知道吧 叔叔阿姨们 我的话 主要是遇到了小牛哥嘛 然后帮我解决完了嘛 你看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那你既然你们说要管 好吧 那咱们就一起 把这个事情给私清 好不好 但是我想问你下一支 嗯 嗯 当时给了五万块钱才能是吧 对还给了我家一头牛 一头牛 一头牛 那就 照一万块钱算够不够 一万 一头牛要不要一万块钱 当时没有那么贵一头牛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一头牛有没有一万块钱 那就按照六万块钱算吧 对吧差不多 嗯 那但是按照已经办过那个酒席的 办过酒席 我们那边就是办过酒席 是没有结婚证的 嗯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要是要的 如果赔的话 要赔多少钱 赔的话 嗯 嗯 这个不好说知道吧 因为 嗯 是我舅舅家那边的吗 嗯 然后就是要就是关系到我妈妈和我舅舅的关系 对所以说这就有点难搞 对就不好说 知道吧叔叔阿姨们 哥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一起把下方的这个给他点一下好不好 没有预约后 后天直播的咱们一起点一下预约好不好 哥姐叔叔阿姨们 阿牛快回来了吗 阿牛嘛 阿牛他跟我回来的时候 他跟那个表哥一起在收 收那个你打电话问一下阿牛回来了没有 好吧 哥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问一下阿牛回来了没有 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阿牛自己的事情 对吧 我们还要还是需要让阿牛过来 我们跟一起跟阿牛聊一下好不好 哥姐叔阿姨们 大家一起点点赞 把点赞说去 咱们给我点个100万好不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阿牛 正在跟阿牛打电话 喂 我快回来了 阿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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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你表弟给我打电话了 也就是你老公 也算是你老公 也是 其实你叫老公也不太合适 应该 不是他怎么跟你说了 怎么了 他居然给我打电话了 跟我还吵起来了 还威胁我啥的 威胁你 他说他说他说 他那语气意思是我如果在你们那边 他直接让我出不了村庄呢 真的是他真的 阿牛那我问你一下 他是不是阿牛我问你一下 他是不是像阿米说的那种天天就知道喝酒 喝醉了就知道跟别人打架天天从来不上班 不干正事的那种 对 我真的 这些我都知道的 所以我心里面也真的特别难受 因为真的 别哭阿牛 你别哭 慢慢的说 没事 你回来 回来 你回来再说 我们都在等着你了 你放心 我快到了 好好好 今天没收到什么话 今天收到了一些被摸 有被摸 哇 我对我我的妈 各位结束他们 我我喝到现在刚刚断断断了好久了 表哥你们两个是在收到那收那个被摸是吧 对收到了真的好那行 我的话我就有没有报纸粉有没有报纸粉 就一直不愿意后面我们一起在找 后面就找到了有没有报纸粉 有报纸粉和被摸都收到了 好那行吧 那我们在在这里等着你了哈 嗯好快点回来 好路上慢一点慢点不着急哈 嗯嗯好的 好好好 挂了我先 我我我表